娱乐中心综合报道白冰冰唱first love 遭酸民嘲讽 黄豪发长文感慨社会现象 图三例电视提供 翻摄字 豪评脸书资深女星白冰冰跨年夜以一首first love 成为 门话题 有网友给予正面评价 也有酸民嘲讽白冰把初恋唱成失恋 对此 从模仿选秀节目出道 33岁男星黄豪发长文 感慨许多人单纯就刻板印批评 甚至是为了融入大家跟着嘲讽 获得一排勾勾认同和力挺 黄豪评在脸书写下论网路社并派的羞于称赞一文 对于冰冰姐诠释的first love 演歌 她觉得好听 好酷 但网路上却出现许多批评声 让黄豪评以为自己的品位和别人不同 后来发很多批评的人其实并没有真正点进影片听一 甚至有朋友说我听了啊 可是看她的表情就真觉得听不下去我才知道 冰冰姐承受的 是诸如们这些谐星一辈不断在经历的刻板印象 黄豪 举例很多谐星无论打扮得再美 演技再好 唱歌 好听 终究都会被大众忽视 仿佛只因为我们的务视娱乐大众 我们不管做什么都只能被取笑 冰姐或多或少因为近年来的网路迷音只有今限定而使得她认真的歌唱表演无法被正视 黄豪评认为以演歌呈现流行歌曲没什么 哭腔也只加强了First Love的沧桑说真的 放下成剑去欣赏 我真的觉得挑得出什么毛病 黄豪评表示 你可以不喜这首歌 但不喜欢跟唱的难听是两回事 如果你献你的不喜欢是来自于别人的印象 甚至因为助嘲笑好像比较容易融入大家 那你就要小心 因为你正在逐渐失去自我对美的感知能力 这病态的称赞能力缺乏可能是现代社会默默在 严的心理疾病也说不定 称赞别人 其实不代表低人一等 反而代表你有品味去欣赏他人的优 甚至是自己的优点 贴文一出 获得一排栏高高 同和力挺 严亚伦留言 我觉得这题的警讯是 传文化被弱化 包含电影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无疑也留言我实在不太理解 这社会存在着一种跟批评就可以得到认同的从众行为 可能也有不 人只因为想被认同而刻意加入批评行列 失去主观意识的客观评断能力 觉得可惜啊 黄豪评文获得一排栏高高认同 严亚伦和无疑配野流图翻设自黄豪评脸书 然后再评订一排栏高